我们都知道老外是很喜欢玩的 他们似乎有非常多的空闲时间 这些老外在闲暇的时候 将会想到跟狗狗比赛跑步 这简直是自取其辱嘛 所以这些老外到最后都输给了狗狗 后来这些老外还不服气 要狗狗躺在地上 然后听指令 人跟狗狗同时起来 然后再跑 最后的结果自然还是狗狗跑赢了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些狗狗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是指令 所以是那个老外先站起来的 狗狗是听到了这个动静 然后才瞬间起身的 真的是瞬间就起来了 并且后来居上 又把老外给甩下了后面 为什么狗狗起身这么快 这个小伙用高速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狗狗的每个细节都堪称完美 看完长知识了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狗狗在要起身时 是头部和尾部同时发力 直接从地上弹了起来 然后狗狗的爪子从容的着地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潇洒 虽然说人类自称是万灵之主 是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 但是有一些地方跟动物相比 还是很欠缺的 把狗狗起身的动作 用高速摄像机给放慢 可以发现狗狗起身的速度 竟然连一秒都不到 而且狗狗的每个动作都堪称完美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